五级巴都西今早发生一起谋杀案 一名女子当场死亡 她的儿子则被送选治疗 警方已经逮捕了涉汉的65岁男邻居 她明天将以谋杀的罪名被控上法庭 记者李一华报道 警方今早约11点20分 在五级巴都西九道第460B座组屋 逮捕了涉嫌杀害43岁女邻居的男嫌犯 嫌犯全身穿着个人防护衣 相信是警方为了保留她医务或身上所残留的法医证据 警方表示今早约8点20分接获求助电话 当警员抵达现场时 发现一名女子倒卧在单位内 随后被医护人员当场宣告不治 女子的五岁儿子在清醒的状态下送院接受治疗 警方也搜获了一把相信是凶器的刀 受访邻居表示今早被嘈杂声惊醒 我没睡好嘛早上8点多室友 我还往外看了一下 声音就是砸东西的声音特别大 受访邻居表示 受害女子经常同男嫌犯发生争执 去年曾多次报警 辞者也在社交平台上传闭录电视画面 指邻居不断上他家门偷窥 我在家也是有听到过 很大声的不懂什么事情 就是喊了也听到就是这样 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 我会看到警察 警方调查工作还在进行中 新传媒西文记者李一华报道 这两个人还在生子里 他的病患者女子 队 коман刷居很热 天喊 再